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我是Marvin 是CPBA的创始人之一 CPBA是Chinese Professional Media Association的英文缩写 也是中国台湾撞球职业会的简称 在98年 撞球职业会需要一款专为赛事及职业选手训练用部 那么这个用部需要具备有世界一流球台用部的水平 那么需要具备有极高的稳定性 然后对于球速 下赛球 还有球在球台布面的滚动及滑动的黄金比例 都需要能够通过测试 并且得到国内一流职业选手的认可 这样的要求在当时全世界的产品中 也只有极少数欧洲的公司能够达到此一标准 其实当我们决定开始研发这款高水平的赛事机用部的时候 我们已经可以料想得到这个过程将会是非常困难的 其实早期我们也翻阅过相当多的资料 做到台布的特点 比如白点掃 不起毛 不松脱 然后具备有高耐度 然后甚至有防泼水功能 所以我们在产品的结构上面做出了不断的调整 调整到羊毛跟尼龙的最佳的比例 我们在后整理加工上面 还有染布的技术上面 也做出了巨大的投入 从国外引进了数千万的自动化设备 到在国内打造非常强大的生产基地 当然最后我们在04年生产出了一款让我们满意的作品 并且我们以CPBA作为产品的品牌 正式的推向市场 其实要做出一款球台布并不复杂 但是真的要做出一款高水平的用部 这个就必须对每一个所生产过程中做出仔细的研究 当然第一个最重要的是原料 我们选择从澳大利亚进口优质的羊毛 然后并且设定高含毛量的含毛比例 然后再来就是到加工程序 再来纺纱、织布、染布到后整理加工 数十道的工序 每一个工序都必须严格的控制把关 在产品的研发方面 我们也邀请了多次女子世界冠军韩宇 还有我们的中国台球国家队教练 程维智 以及多位的世界级的一流选手 共同加入 参与共同研发 而相对其他加工的代工厂所生产出的产品 当然他们为了节约成本 不惜就以次充好 然后找寻便宜的原物料 然后在每一道的那个生产工具上面 都没有办法严格的控管、把关 然后所以生产出的产品 自然所有的品质都很难去稳定 而有些产品在初步的表面上面看来 便没有很明显的差别 但是当你以仔细拿到手上 从颜色的鲜艳度 从白脸的数量 还有从表面的平滑完整度等等 跟CBBA的产品相对交易对比 实在是差距非常的远 因此我们再一次的确定 选择CBBA的产品 绝对是物操所值 有朋友问我 为什么这么坚持做这样的产品 我认为要么不做 要么就设法做到最好 大部分的球管业者 都希望购买到品质好 价格也好的优质产品 那我们公司也正在推广 在市场中属于中价位的产品 那么也期望业者 能够购买到价格实惠 而东西又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当然也就是这个信念 也伴随着CBBA 一路的成长下来 首先我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是陈维志教练 现任呢 中国台协国家教练 我也曾经担任新加坡的国家教练 那我这一生呢 可以说 几乎完全投入了这个撞球圈 所以从选手到教练 我对于这个球的热爱 可以说它就是我的第二生命一样 然后呢 我也训练出很多世界级的选手 还有训练出许多世界冠军的选手 然后呢 很自然的 我对于我们这个公司的 这个CPBA的一系列的产品 它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当然我也希望我们的产品 能做到尽善尽美 能够让一些球员 一些业者 还有所有的广大的球员的爱好者 都能够称心满意的接受我们的产品 在2004年 CPBA的第一张赛事级用部 在中国台湾诞生 随着雨时俱进 我们也一直不断地在研发新的产品 目前的产品种类 包括有CPBA的专业台部 这里面包括了有CPBA Competition 还有CPBA MG700系列 再来就是我们的中式台泥的系列产品 这里面包括了有TN999 还有TN900系列产品 这里面以外还有包括了台球杆 还有台球相关配件等等 我们提供世界各地的经销商 专业并且优质的产品 让他们在当地市场销售 也具备一定的利润空间 然后并且获得长期的当地客户的信赖 经过了十多年的发展 CPBA的产品已经远销到全世界各地 那么这边包括了中国 中国 唐澳台地区 内地地区 还有东南亚地区 甚至到中东 欧美等各个国家 并且我们已经入住了国内外 上数千家的高端会所 台球俱乐部 台球业者 然后为他们业者 持续提供这些优质的产品 然后也为这个广大的台球爱好者 提供了更高端的产品体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